好 我送王礼物了啊 那我们 是 我看 翠仙九四挺不错的 喂喂喂 表面客气 实际上不动声色地狂了我一顿饭 你也太不要脸了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约 论件之事 麻烦两位传达了 接下来 天大地大吃饭皇帝大 回房去等开饭吧 是有什么好事吗 对了 今天是 小英 你看后面供桌上 也摆了一份饭菜 这是因为 没事 今天是我沈娘的忌日 所以才想说做点好吃的 大家一起陪她吃顿饭 没想到都一年了 我出到小溪村 还像是昨天的事 唉 臭老婆 你脸色那么难看 在想吃什么 要是当天我在家 或许你沈娘不会死 要是我能再早几天回来 至少她的遗体 趋向不会 您是说 岸上那股灰坛内 不是李女侠 不晓得 当时是谁 手势了阿黎的遗体 里头究竟 就是不是阿黎 整个村里竟没人说得清楚 要是有遗物在旁 比方说她的发簪 我至少能坦然放下 但 这事确实奇怪 我问鬼言乐 当时她为了一品红 很快就离开了小溪村 对此事没有留意 难道 做手脚的是雀苍鹰 若是她 我定要打得她说出实情 但皇城投药后 她也失去了踪迹 这话我不知当不当说 但 据我所知 并没有李女侠 被带回摩尼教的消息 只是教主有没有其他指示 我就不清楚了 好了好了 这桌菜 是为了沈娘做的 大家这样死气沉沉的 她又怎么会开心呢 是啊 大家笑一个 我们要开开心心的 陪李女侠 再说下去 菜都要凉了 大家开动吧 心中最难过的 怕还是那臭小贼吧 少爷 这道肉不错 多吃点肉 小鹰 青菜对身体好 多吃点菜 看来这桌上 就我和梁师傅 没有人伺候了 梁师傅 是让我来替您夹菜 女孩子心思就是细腻了 不像我个臭小子 一点都不孝顺师傅 臭老头 以前替你夹菜 你老咸肉麻 现在你的冷屁股 倒是怀念我这张热脸啊 嗯 大哥哥 你为什么要用脸去贴师傅的屁股 吃饭时 能不能少说些脏事 你看 都带坏小鹰了 若梅姐 少爷说 他用热脸贴师傅冷屁股 意思是在说 梁师傅不领他的情 小月小鹰 你们真是有趣 天哪 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吗 今日大家相谈甚坏 但我突然想起 有件要事得办 大家慢慢用饭 我先离席了 臭老头你去哪 别把我自己丢在这里啊 臭老头有事 我身为徒儿 怎么能不帮忙分忧 等等我啊 我来帮你 臭老头 闪得太快了吧 是不是吃完饭觉得闷得很 想赶紧逃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啊 那你跟着跑出来做什么 哈哈 再待下去 我怕是得被他们的口水淹死了 你尚且如此 我更不会应付女人 不管是你沈娘还是香儿 又或是 要是我能多理解他们一些 或许很多事会大不相同 不得不说 你师叔在这方面擅长得多了 雀苍英 要是他真懂得怜香惜玉 就不会杀了沈娘 他连沈娘都未曾来祭拜了 究竟是逃避 还是愧疚 要是能找到的 我一定 当心 这是 阿黎的发簪 是沈娘的发簪 臭老头 你没看错吧 这是我买给阿黎的 成天见他带着 我怎会认不出来 先别管这个 发簪上绑着一张紫条 快看上头写了什么 落雁谷 人人闻之近生的秘境 知道谷中内幕的人少之又少 有能力抵达的人 更是凤毛麟角 此处凶险异常 消息只在老江湖间 口耳相传 我也是当了盟主 才略知一二 只是 此地怎么会跟沈娘扯上关系 传说落雁谷中 有一步不是武学 只要通过谷主设下的考验 便有机会习得 我与阿黎 雀苍蝇和香儿 曾经前往该处挑战 只可惜 因故煞语而归 没有机会 一窥谷底奥秘 我也听说 落雁谷底天仙环绕 收藏着灵丹妙药和爵士武功 只要击败谷主 一切便尽规你手 天仙 我只听说过有绝世武功 想不到时过境迁 谷底又多了这些珍稀传闻 难不成送来此字条的人 是打算利用我战胜谷主 不费一毛钱力气取走珍宝 哼 此人敢拿此发簪叫陈 或许跟沈娘遗体去向有关 既然如此 我就非得去会会他不可 或许雀仙环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咱们分头行动 我去找雀仙环讨个说法 你便前往落雁谷 查探虚实 只是落雁谷龙舍混杂 那送信人 又居心不良 你独自一人 记得多长点心眼 放心吧 我一介武林盟主 什么凶险的地方没闯过 对方要我孤身前往 定有些安排 但我又何惧 若是想使诈 也未必诈得过我 车老头 你放心去找雀仓鹰泡茶吧 落雁谷这种江湖 谈之色变的地方 就让我去一探虚实 梁师傅 怎么回事 那臭小贼怎么突然跑出去了 少爷神色不对 一定有事 月儿要跟他去 不可 连月儿都不能跟去 难不成大哥哥卷进了什么危险 那小子命有多硬 大家都懂 小鹰 你不必操心 他一人前往 有其理由 你们先回屋去 我再慢慢解释 这往落雁谷的路肯定不是给人走的 若非有轻功过人 真不知该如何下最后那段山道 来者何人 谷中有令 不论何人 欲如谷得先过本关 这不是当今武林盟主吗 认得我就好办了 我有急事须到谷底 还请诸位让让 啥盟主啊 实力才是一切 腰肉骨 除了打倒我们 别无他法 正是 不过就是如秀未干的小子 若是宣盟主时 有任何一御主在场 还轮得到你当盟主吗 什么御主 你一无所知 就跑来闯落雁谷 还真是不知死活呀 我好心告诉你吧 这谷本为武御 前四语各有一位御主把关 而谷底则是由谷主亲自坐镇 闯关者 需通过眼 心 实质 四项考验 并战胜该御御主 才有资格到谷底 挑战洛艳谷主 所以关于送来自调的人 只有两种可能 其一 此人已通过前四语的考验 正苦于无法战胜谷主 于是迎我前来 其二 此人便是谷主本人 能通过前四语的人 屈指可数 更别提我们谷主 上任十多年来 未尝过败绩 说这么多做啥呀 反正啊 他马上就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了 那诸位得罪了 这些人最多也就 有魔尼使者的程度 想打赢我 还早着 不过 他们口中的御主与谷主 不知又有何等功力 这谷主必是身怀绝技 才能让众多高手臣服于他 说不定其功力不亚于柴耀 若威胁之人便是谷主 除了实力高强 且清楚我与沈岩的关系 莫非这人是 信息不足时 先不要无端揣测 要知道我的过去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来信之人 也未必是谷主 不 不要过来 那是 真奇怪 你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你这莫名其妙的疯子 别靠近我 离远点 阿喜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阿喜只是想要去谷底而已 这人怎么晕过去了 炎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疯婆子也在洛阳谷 莫非沈娘的事与她有关 我不是炎乐 我是阿喜 你 你是阿喜 不对 炎乐不是城府深沉的人 此时就算与她有关 幕后黑手终究不会是她 若此时与她交恶 便什么都打听不到了 倒不如我先顺毛摸驴 问问她 又干了什么好事 炎 啊 我是说阿喜啊 这里这么危险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才不要跟你说 大哥哥是坏人 总是想要诬赖阿喜 哼 这疯婆子做了不少肮脏事 说自己不记得就赖账 当时要不是因为你 沈娘也不会 罢了 都决定放下来 还是以影下的事情为重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这样吧 作为道歉 让我来帮你 阿喜大老远跑来洛阳谷 肯定有什么钥匙 只要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就帮你这个忙 大哥哥 真的肯帮我 嗯 大丈夫一言祭出 四马蛮追 那大哥哥可千万不可以食言哦 阿喜到这里是为了 我原本是想先去谷底了 不过现在 我更想跟你玩 你是 颜乐 你要去谷底做什么 你是在跟我玩吗 猜猜看啊 猜中我叫 等等多砍你一刀好了 这疯婆子时不时就转变性格 这该如何相处啊 萌萌你这一招 你当时在小西村更有力了呢 综合各家所长的逆突破诸家武学科就 为什么叫萌萌 你不是武林盟主吗 那就是萌萌啊 刚刚伤我的就是他 别难得把城市他的帮手 一起做了吧 我们被当做一会儿了呢 颜乐似乎也想去谷底 虽然麻烦 但他武功不弱 不如 颜乐 想打我下次再奉陪 我们先合力闯到谷底如何 合力 跟你合力好玩吗 这样以后你每次打架都能多我一人 我们可以把这洛艳谷闹得天翻地覆 你觉得怎么样 颜乐在此处的原因 再找时间慢慢问吧 好玩好玩 那我们就来合力玩吧 离开起颜乐好有触弹功能 飞飞战斗时可以在街面中调整 百里图 我等一下啊 诶 可是我需要一个疑问是 颜乐 当初不是 呃在主线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 坐姿线剧情 已经把他的那个颜乐的状态 都已经解析过了吗 怎么现在又 又有些 又把他变回 变回 性格或随时转换 这有点 是故意的吗 还是 这我就不晓得了 ok好 小子看招 这些人看死 身手就都相当不准 可别大意了 等我啊 接招吧 不 啊 哎呀 敢打我啊 水红穿石 其中的道理 就让你见识见识吧 接招吧 哦 大哥哥 不要输了 放心吧 我可不会败你这种 呵呵呵 来到新鸿道的猪 哈 这些人的东西 对啊 你敢打我啊 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 我现在是你自找的 小子 对啊 你敢打我啊 你敢打我啊 好 打赢了 小试身手罢了 哦 虽说这些人并非顶尖 但已远胜寻常高手 这样轮番对战下来 还真有点吃不消 呵呵 你没骗我 果然好玩 可恶 兄弟们 今天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厉害 好呀好呀 我也还没玩到呢 不行啊 人数太多了 得想个法子脱身 还得留着体力对付狱主和谷主 呵呵 是谁 是谁敢跟我们吃绝帮作队 跟我来 前辈为何要帮我 此地不宜多谈 跟我到安全的地方 我自会相告 大哥 这样就行了吧 我们是不是该撤了 啊 撤 快撤 我可不想再和那个人有半分瓜葛 好了 现在安全了 他们短时间是不会找上来的 哦 当刚白茫茫的好好玩啊 但是怎么弄的呀 教教我 抱歉了姑娘 那可是家传武学 不外流的 前辈为何要帮我忙 你所使的拳法 可是师承良人号 正是 莫非前辈认识家师 不错 我与你师父 结识于二十多年前 若非你师父 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所以才会出手相救 方才听两位想前往谷底 也是为了传闻中的珍宝吗 不 晚辈是被人威胁 迫不得已的 前辈 请看此字条 这是 请问前辈 对此字条可有眉目 这谷内龙蛇混杂 我也不清楚是何人会做出这等事 不过既然非去谷底不可 有些事我得提醒你们 洛雁谷的每个区域间 都有一座吊桥相连 在通过歌谕考验前 千万别想擅自通过吊桥 这桥上的迷雾 不仅会阻碍视线 更会让人产生幻觉 又是擅传者摔下山谷 也这样说 我也想试试了呢 萌萌 我们试着直接过桥看看好不好 红笑很好玩啊 可是如果摔下谷去 后面几遇就玩不到了 这样好吗 嗯 那还是找规矩慢慢玩吧 哦 疯婆子就知道找麻烦 都前嫌不易了 竟还得红小孩 通过每一遇考验后 都能会得令牌 将令牌拿给桥前的看守者 他们便会替你开路 你们得多小心啊 这谷里卧虎藏龙 哪怕商贩 都有可能是绝顶高手 别小瞧任何人啊 晚辈再冒昧问一句 所以前辈对这第一遇 了解多少呢 哈哈哈哈 我要是有所了解的话 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 我只知第一遇主 是个捉摸不定的人 他把考验的题目放在吊桥前 想让闯关的人自行领取 我连第一个谜题都没能摸透 其他也就爱莫能助了 多谢钱 有媒体可以玩 我要玩我要玩 唉 前途多喘啊 那晚辈告辞 好 终于自由行动了 怎么标局 带出来的刚草堂放这 所以还是有啦 只是 OK 我记得我有道具是什么 纸包机哦 OK OK 好 看来没东西 那我们先 这集到这边结束好了 难道又有装 就是那个难道 砸罐子 够多了够多了 改命 好 好 可以重新配置 好 不过还有支线吧 我看到黑色商人了 我现在有钱买吗 好 这是一些 道具啊 火种 买一个 感觉就是会用到 好 嗯 法章亚是跟我手中一模一样 真的是和沈娘平时带的那一只吗 OK 这个 这个怀疑是正确的 是吗 老妇人 所以 等他打分地 所以等他打分地 所以等他打分地的时候才可以吗 好 再回家去找他 所以要帮他找东西吗 附近摊贩 附近摊贩 附近这个吗 嗯 棒 鬼 hub 花椒 兩樣不同球會發出香味的 攤販附近 這裡嗎 我拿到了 然後咧 可以幹嘛 我們先做這個 發沾 為什麼是射我 OK 好我們這邊先到這邊吧 喜歡我們的小朋友 喜歡我的小朋友 喜歡我的喜歡我的小朋友 喜歡我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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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鈴鐺 記得打開 這段更新影片 你就會有收到通知 謝謝大家 支持收看